要滚出去 我不要你们的臭钱 我只要我老公醒过来 你信我 我能救你老公 你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的能把我老公就行 你若是相信我 我现在就可以帮他医治 好 我相信你 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我都愿意让你试试 要是就不行 我也不会怪你 我不讹人 这不是疯年集团药物的问题 也不是患者本身的问题 而是主治大夫用错了药 这究竟是阴谋 还是失误 怎么样 能治好我老公吗 应该没问题 此刻病房外 患者的主治医生刘明辉 正闹着要进病房查看 却被赵清成等人挡在门外 你们可以进来了 你是什么人 谁让你给患者治疗的 除了是你负责得了吗 十一 这就是你说的有把握 病人怎么还没有醒来 患者昏厥了 很快就能醒过来 昏厥 他可是植物人 就你还望想把他救醒 真是不知天高地后 这种情况你不懂 他只是深度昏厥 很快就能醒过来 我不懂 我可是本院唯一的不是医生 你竟然说我不懂 就在这时 一阵咳嗽声传来 众人见病人醒了过来 都瞪大了眼睛 十一竟然真的把他救醒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都没有办法救醒 你凭什么可以做到 你问我凭什么 就凭我的医术比你强 你的医术比我强 开什么玩笑 我可是医学博士 你在哪个学校学的医 又是什么学历 我在监狱里学的医术 什么 理性人连医科大学都没上过 我一个博士都束手无策 你一个没有学历的人 怎么可能做到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估计是看患者有了苏醒的迹象 就算几乎乱砸了几针 把功楼揽在自己身上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丈夫 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不必客气 我是大夫 行医是我的本分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脑子 他连医科大学都没上过 怎么可能治得好你的丈夫 这肯定是我前妻的治疗型的作用 刚好被他给赶上了 他这实在行骗 你没有感谢的人是我才对 行骗 我只知道是他救醒了我老公 而你什么都没做 你怎么听不明白 他只是敢巧了 他连震惊的医学学历都没有 哪来的医术 我不管你是研究生还是博士 只要能够让我老公苏醒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人家医术比你高明 这是事实 其实你老公变成这样 并不是丰年集团生产的柴虎注射液的问题 而是医生用错了药 药物和病情相冲造成的 待会我给你开的药房 回家吃几副就好 没必要继续住院 原来是这样 不好意思 赵小姐 是我误会你们了 没关系 现在事情弄清楚了9号 恭喜 这件事总算解决了 清诚 我想请你吃顿饭 庆祝一下 不好意思 我家清诚不和瞎子一起吃饭 你说谁是瞎子 你说我如果能把事情解决了 你就承认你是眼瞎看扁了我 怎么 刚说过的话 这么快就忘了 11 有些人是你高攀不起的存在 还有些人是你惹不起的存在 不要是土攀付你高攀不起的 否则你将摔得粉身碎骨 不要去扔你惹不起的 否则你会死得更惨 但你不知死活 两样都做到了 肖清风 你说错了 不是11高攀我 而是我高攀11 我和你是同学 但你不能对他这么说话 否则咱俩这同学也就做到头了 文言 肖清风几乎发狂 这个是依旧是个废物 一个要嫌没钱的老改犯 我肖清风才是真正的人中龙凤 现在你为了维护他的颜面 竟然对我说出这么决心的话 好 清诚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不和他计较 其实约你吃饭是想跟你谈谈合作 我们公司又一个项目 已经花费三年投资序研究 一旦这款药生产出来 能保证未来百年的盈利 赵清诚听后心中一惊 西药都是只有二三十年的寿命 一旦过了就会更新换代 所以他为了赵家的未来才描上了中药 中医不同于西药 一个药方能流传一两千年还能使用 布局中药 才是百年大计 千年收益 你的这个项目是中药 什么中药啊 现在最受欢迎是西医 我这个新药的优点就是剑效快 更大的优点是服用一次 终生都要靠药物为止 想不赚钱都难 可以了解了解 不过今天没有时间 你先回去吧 咱们改天再约 好 我就在松江市 随时给我打电话 十一 走 咱们去见见那个刘明辉 找他干嘛 那个刘明辉把这件事捅到了媒体那里 他说柴胡助涉业有一定概率之换指成植物人 这件事情对公司影响很大 必须让他收回言论 还有这事 那走吧 等一下 你不能去 刚才你跟他产生了矛盾 你去了反而坏事 婷婷说的也是 十一 那你在这等一会 我和婷婷上去就行 好 谁让你们进来的 我知道你很忙 让你撤回稿子 可能耽误你不少工作 要多少补偿 你说吧 我就不撤回 你能怎样 正说你不是求财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难道不是应该问你们公司想干什么 中药十几千年前的老黄里了 靠草根素皮之病 这根本不是医术 现在人类都非常太工了 你们竟然还生产中药 你们不觉得这很可笑吗 这一刻 赵清成才知道这是个黑中医的医生 已经没有继续谈下去的必要 只能想别的办法去和报社沟通 搞定了 没有 那个家伙是故意在黑中医 他都很强硬 我去找他 我们两个都没有搞定 你更不行 能不能不要天乐了 给我十分钟时间 好 那你去试试吧 不管成不成 别起冲突 实在不行 咱们再想办法 三十万 一分钱都不能少 我可是用职业在座赌注 我的压力很大的 刚才封联集团的人还来找我了 刘大夫 你这样我很难做 现在报社是赔钱买卖 我手里的资金有限 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你们是指望卖报纸赚钱吗 没有三十万 这事情就算了 我找其他人合作 好 三十万就三十万 我现在给你掌过去 你 你来干什么 撤回关于丰年集团柴虎注射业的不实言论 你以为你是谁 你让我撤回 我就撤回 那位病人是什么情况 你自己心里清楚 根本就不是柴虎注射业的问题 你一个江湖野郎中 有什么资格和我探讨医术 你有我名其大吗 就算我就是胡说八道 凭我博士的名头 人们也会心以为真的 你不是医术很厉害吗 你可以去报社登报反驳啊 你看看人们信我还是信你 好 既然动嘴没用 那我就只有动手了 别打了 别打了 我知道错了 我马上撤回稿件 早这样不就好了 喂 喂老弟 我把你的三十万推回去了 我想撤回我的稿件 刘大夫 稿之我已经交上去了 不管你收不收钱 撤稿都是不可能的 我还有事 先挂了 我现在嫌退了 电话也打了 客人家不撤稿 我也没有办法 要不你去找他 他叫我一平 松江生活报的 你和他谈一谈 刘明辉答应不再到处投稿 现在主要报社那边不给撤回 问题出在魏一平身上 我们要过去找他吗 不用了 公司和生活报有业务往来 他们应该认识魏一平 我打个电话 让他们接触一下 走 我请你吃饭 另外一边 萧家别墅妹 爷爷 为什么不让我嘎了十一 人分为四种 一 靠力吃饭 到 靠技吃饭 方 靠脑吃饭 四 靠心吃饭 靠力吃饭的人 勉强过富 靠技吃饭的人 刚好温饱 靠脑吃饭的人 风衣足食 靠心吃饭的人 荣华富贵 你想做哪一种人 我想做第四种人 第四种人就是掠实者 视其他三种人为目标 从他们手里抢夺劳动成果 这是最快的支付方式 赵家积累了轻易资产 是时候该收割了 你只要搞定的赵清成 再配合我们其他的手段 两三年的时间 赵家的一切都是你的 那我为什么不能动十一 你啊 还是谈嫩了 你若是动的十一 就算是赵清成 看不出来是你动的手 赵丰年也能猜出 各八九不离时 到那时 你就彻底与 千亿资产无援 我明白了 反正赵丰年 也没几天好活了 赵清成的父母 也支持他嫁给我 我就按照原计划 先用高利润的项目区 诱惑赵清成 再让他一步步入共中 某家高档餐厅里 柳如烟正在请松江市 百业银行的赵行长示范 赵行长 这一次还要请您多费心 这次我带得上 只要五百万 老规矩 你仍然抽一成金 刘总 这个月的额度已经没了 你等下个月吧 而且这个月的利息 你也得尽快还上 就在这时 我和赵清成走了进来 柳如烟看到我面色大变 赵行长见柳如烟视线 看向门口 他也转身看去 这不是丰年集团总裁赵清成吗 我找了很多关系 都没法与他见上一面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碰上了 现在有十一载 我总算是能搭赏话了 原来是赵行长 好久不见 你怎么在这里 是刘总约我来的 懂 当年你当老板的时候 都是我找你拉存款 现在公司换了人 贷款太多了 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以前的事情就不说了 读 不说了 我就是替你惋惜 这位是你的朋友吧 不知道怎么称呼 你好 我叫赵清成 很荣幸见到你 原来是丰年集团的赵总 您的大名如雷贯儿 以后若有用的找我行的地方 您只管开口 好 赵行长 那我们先去吃饭了 有空我们再聊 赵行长 你就想想办法 当我这个忙可以吗 这次我给你提两成 这样吧 如果能让十一回来当老板 我立马给长青公司贷款 赵行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认为我还不如十一 对 我对你确实没有信心 我接手公司后 公司规模扩大了十倍 我怎么就不如他了 那我就说实话了 以前十一当老板的时候 公司规模虽然没有限在大 但盈利可观 都是我求他存钱 自从你当老板后 公司规模是大了 却天天求我贷款 你怎么和他比 柳如烟听后如遭雷击 他一直以为他胜过我十倍 没想到在别人眼中却一文不值 我今天是看在以前十一的面子上 才来见你 若我给你指了 听不听随你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赵行长的话让柳如烟万念俱灰 现在公司已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如果还不上债 就要随时坐牢 逗贤 我必须要和十一复婚 只有这样 公司才有希望起死回生 谢谢大家